别人在贪图上养子菜 它非要搬去外海养殖 当时小船出去的话 摇晃得特别厉害 一个烂花打过来 全身都湿了 十天插下九千根竹竿 想让紫菜苗的产量提升三倍 不成想却引来异常风波 怎么弄到苗的路没有掉了 它就逼着我先生要退钱 然后它就周期了 它就好像都哭了 逆境当中 它解决了紫菜加工的一个难题 让年销售额增长三分之一 我没尝试这不可能 下面我也不能说这没人去尝试 也许说有另外一个人来尝试 也有个可能 看福建省霞浦县的包文艺 如何在外海养紫菜 一亩多赚七千元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紫菜海苔 您知道这两者的关系吗 估计有不少的消费者都还不知道 其实海苔就是紫菜加工而来的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包文艺 在被称作紫菜之乡的福建省 宁德市霞浦县养殖紫菜 可他的做法非常大胆 大家都在水深十米以下的海域养紫菜 他却要去水深十三四米的海域养 可别看就三四米的水深差距 养殖成本不仅翻一倍多 风险更是极难把控 果不其然 麻烦的事接二连三 有件事他至今都很后怕 你知道水面上这些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吗 这一排排往下面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 紫菜 霞浦县的紫菜大部分已经收完了 这些正在抢收的三百亩紫菜是包文艺的 靠着这些晚收的紫菜 包文艺一亩能比别人多赚七千元 仅这三百亩就能赚三百多万元 但现在要想把这些钱赚到手 他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 最怕就是风浪大了 那紫菜一切到墨水的话 一刮风的话就会掉 起大风 紫菜很容易被刮走 这三百亩紫菜 得在今天之内收完 别看包文艺表面很淡定 其实心里慌得很 像这样的养殖网 每隔四米多 就会有一个连接木桩的绳子 船员要在养殖网即将通过的瞬间 迅速抬起绳子 否则绳子很容易就被卷进收割机里 因为风太大 船员很难控制方向 这一台紫菜有160多米长 收一趟至少需要20分钟 原本一台收割机 一天能收两万多斤紫菜 可现在速度慢了很多 为了能尽快收完三十万斤紫菜 包文艺已经把周边的 三十台紫菜收割机都调来了 一百二十个员工在同时抢收 可抢收了五个小时 也只收上来不到一半的紫菜 包文艺心急如焚 那全部刮了就没有了 必须要采的 没有采的 这样刮呢 紫菜收不回来 自己损失了财富 只是一个危机 更让包文艺担心的是 这些紫菜几乎全被客户预定了 答应了别人到最后交不上货 毁了自己的信誉可就是大事了 为了提高采收速度 包文艺紧急调人 当时采摘了紫菜的话 又爽工去抓了 没有机器在收割的时候 人工采割 一个人一天能收三百多斤紫菜 包文艺特意找来一批 技术娴熟的师傅 收割机比较宽 再加上大风天气不好控制方向 很容易撞到竹竿耽误采收时间 但这些人工收紫菜的小船比较窄 能在竹竿中间自由行驶 速度快了很多 紫菜的采割是分次数的 而且采割过的紫菜可以再生长 第一次长成的紫菜 头次采割叫头水紫菜 后面的一次叫二水 三水 四水 之所以这么晚收 是因为每年包文艺都能比别人 多收两茶紫菜 烧货的时间会长一点 会多烧那么一两次吧 总共烧到六茶这样子 这个是最好一茶紫菜的 这样子的 这个紫菜比较短了是吧 这个是最好一茶了 对 就是等于是滴溜水了 这面煮还是可以的 可以 就是海里的味道 对 人手多了 果然速度快了不少 下午四点 有船员陆续赶回码头 抢收了九个小时 他们终于收完了所有紫菜 包文艺悬着的心总算放得下来 这个直接就拉走了 是吗 直接拉到烘干厂去了 这个是霞浦县最好一匹紫菜 包文艺不仅靠着晚收割的紫菜 眉目多赚七千元 霞浦几乎三分之一的紫菜 也是经他的手卖出去的 然而包文艺养紫菜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甚至还经历了一场风波 而这场风波几乎把他逼上了绝路 他就逼着我先生要推荐 然后他就周急了 他就好像都哭了 真的害怕了 天天来炒来闹 就那十几天的话 好像过了几年的样子 霞浦被誉为中国紫菜之乡 摊涂上插上毛竹竿 涨潮时紫菜能吸收海水中的养分 退潮时又可以晒太阳 进行光合作用 如此往复 每茬紫菜 间隔二十天左右就可以采收 我们的紫菜 就是最早就是在这个区域来养殖的 就是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这一块的区域 能够退潮之后 它能够露出来的 就像这种的 这摊涂上现在整个退了潮以后 这个甘蔗基本上都全部都能看 对对对 这就是近海的 当地人把水深十米以内的海 称为内海 而十米以上的叫外海 起初鲍文艺也是这样 在摊涂上养子菜 但2014年 他做出一个决定 让很多人都很吃惊 不知道养外面 养在这个沙灯上面 打砖 打砖做脚的 那个时候人少 谁也不敢是往深海去养殖紫菜 当时的话 小船出去的话 那个摇晃得特别厉害 一个烂花打过来 全身都湿了 紫菜养殖周期短 在内海养紫菜 每亩收益1.8万元 是比不少的收入 当时鲍文艺有500亩海域 水深在十三四米 别看只比内海深三四米 但是风险很大 但鲍文艺看中了 外海养殖的一个优势 整个的这个 潜海这边摊涂的话 是面积有限 那如果要这个扩大规模 那肯定是往深海去 成分方面的话 一亩的话两三千块钱 如果能够收益得好的话 可以收到两万块钱 鲍文艺认为 内海养殖面积有限 每家最多养个三四亩 2000年 整个县也才两三千亩 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如果能搬到外海 霞浦县紫菜产业 就能规模化发展 鲍文艺很愿意 做第一个尝试的人 可要在500亩外海域 都养上紫菜 得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 就是有足够的紫菜苗 这里是鲍文艺的 紫菜育苗厂 采访时 他要给记者 看一样神奇的东西 原来紫菜苗就附着在 这些贝壳上 这是记者在显微镜下拍摄到的画面 画面上这些绿色的小颗粒 叫果包子 它们就像紫菜的种子 播种的时候 只要均匀地喷洒在网联上 它们就会自动吸附在贝壳上了 过去 大伙给紫菜育苗 都是像这样 把贝壳一个一个地依次排开 使每一个贝壳上面的果包子 都能够有充足的光照 促进生长 这样的养殖模式 叫做排养 但包文艺 非要把贝壳用绳子 一个个穿起来 就像穿项链一样 挂起来养殖 这样做 但是人工成本就很高 而且也不利于光照 排养的时候 因为光线比较均匀 所以它生长也比较均匀 但你如果是挂养的 它上面光线强 下面光线不是弱 大伙不明白 包文艺为什么非要把排养 改成挂养 可他却说 只有这样做 才能满足500亩外海 养子菜的用量 过去一个平方米 只能培育一亩紫菜苗 但现在是过去的四倍 包文艺的500亩海域 需要2000亩的苗 按照传统的排养方式 根本供应不上外海的用量 他这才想到 用挂养的模式增加产量 包文艺精心呵护着这些小苗 七个半月后该下苗了 但在此之前 他还有第二步要做 就是在外海插竹竿 原来在摊图上 很容易就固定好的毛竹竿 到了外海 却成了最大的难题 采访时 包文艺给记者现场做了演示 现在把它系上是吗 系上 对对对 然后把这穿过去 对对 它这个是越采越紧 越采越紧 这个绳次 像这样一根16米长 150斤重的毛竹竿 要四个人相互帮忙 一起用力往下采 才能插进海底三米深 起到固定作用 记者也尝试了一下 发现竹竿根本就踩不动 这根本就往下踩不动 按照一亩要插18根竹竿来算 四个人要踩六七个小时 才能完成 有时遇到一个大浪 刚插好的竹竿就会飘起来 包文艺500亩的紫菜基地 要插9000根竹竿 当时他用了15个人插了10天 才把竹竿全部插进海里 挂养紫菜苗和外海插竹竿这两步 让包文艺一亩的养殖成本 达到近6000元 而原来在摊途上养紫菜 一亩成本只要2000元左右 但包文艺一点都不担心 他说自己不但不会少赚钱 一亩还能比别人多赚7000元 2014年9月 包文艺的竹竿插好了 跟着苗也投了下去 他满怀期待等着采收的那天 可没想等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一完苗这个绳子就变黑了 就能看到苗 那一年怎么到 15天又没有 20天又看不到 到25天还看不到 一开始就没有 然后一直等一直等 那时每时每个就 就怕一点点出来 就这么一小点出来就开心了 通常下苗后10天左右 紫菜苗就从透明 逐渐变成黑色 可包文艺培育的紫菜苗 20多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难道是外海不适合养殖紫菜 在包文艺还没找到答案的时候 没过几天 家里突然闯来了一帮人 那天晚上突然来了好多人 屋里先堆满 然后门口外面也有人 然后他们就 全部把我们家都堵了 然后我就是觉得非常害怕 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 反正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要把苗片全部都扔到我家里来 他说你这个民族城 把我买去就好了 赔偿我选市 这个谁赔得起呢 是不是 你不要说那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都赔不起了 原来包文艺还把一部分苗 卖给了周边的养殖户 大伙都是同一批下的苗 不仅包文艺的苗没出来 其他养殖户的也没出来 几十户人都堵在包文艺的家门口 来找他退钱 怎么弄到 因为咱弄到这个 连苗的路没有掉了 哪天哪都来赔啊 苗一天不出来 包文艺心里就不踏实 当初为了要在外海养子菜 他投入了全部 如果再看不到苗 不仅自己在外海养子菜的目标 会彻底成为泡影 甚至还连累养殖户 蒙受一年的损失 这是包文艺拿什么都赔不起的 大致都想到到哪里去 把它自己藏起来算了 不然整天它们逼得受不了 每天都有人上门要债 包文艺搞不清楚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它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 下苗的第28天 有养殖户给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冷冻下来了 它马上就展出来了 就是展得很小很小 大家闹眼可以看得到了 那大家心里都大致 大家就觉得有苗 大家也挺高兴的 但是那年主要还是天气的原因 原来紫菜苗最怕高温 包文艺下苗的那几天 正好赶上持续的高温天气 才一直没有变色 这会儿看到紫菜苗 大家全踏实了 包文艺养紫菜的第一年 亩产量就达到2000斤 是过去在贪图养紫菜 亩产量的近三倍 每亩能多赚7000元 采访时包文艺告诉记者 他能让紫菜亩产量提高的秘诀 其实这根绳子非常关键 就是这个绳子就是挂这个莲片 苗片挂在这边 就是挂这个 对对对 就这么高 那这个等于掌潮的时候 这水能到哪儿 那还有一根红线 对对对 标上去就会知道潮水 掌潮在什么位置 然后它这个绳子 那就懂得记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这就是绳子挂高一点 跟板低一点 它就是在控制着我们这干露时间 我们晒的这个时间 就是叫干露时间 干露时间 一天的话大概是八个小时 这个划线的位置 是包文艺做了很多次试验得出来的 只有挂紫菜的绳子 在红线以下20厘米左右时 干露时间每天才能保证在八小时 紫菜的产量才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 它对绳子的间距也做了改进 过去在贪图养紫菜 苗绳其实是长这样的 这种鱼鳞状的苗绳养殖密度很高 但并不利于紫菜生长 一亩最多产700斤 后来包文艺把它改成了这样一条一条的 虽然降低了养殖密度 但产量更高了 而包文艺在外海养紫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每年能比别人多收获两茬 我们比如说烧到尾巴三四五六水的时候 内海的温度高上来了就不能养了 但是外海的时候 它水温会比它延缓半个月这样子 它可以多养 大伙看包文艺养紫菜有钱赚 敢于尝试的人都跟着它去外海养殖 到了2016年 霞浦县的紫菜养殖规模就将近七万亩 紫菜的产量提高了 当地很多人做起了紫菜烘干厂的生意 包文艺也开了一家 从海里捞上来的紫菜 经过人工挑选 清洗 装盘和烘烤四步 就变成了平时我们做紫菜汤的圆饼紫菜 整个过程需要四小时 当时市面上普遍做的圆饼紫菜 都是一斤五十片桩 主要销往超市 包文艺也是这样做的 可就在2016年12月的一天 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就是这笔特殊的订单 为包文艺迎来了更多的客户 年销售额增长三分之一 要一百多票 你那么薄做不了 这个人叫王乃长 他想定制一片规格在一百二十片 一斤装的圆饼紫菜 当时他几乎跑遍了当地的紫菜烘干厂 都没有人能做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包文艺 买紫菜肯定要去几个生产紫菜的工厂 去看他们生产的 但是我们想找包的 做四十遍到五十遍的话 那个是等于是比较容易一点 越薄越不好做 其实在圆饼紫菜加工工艺中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越厚的圆饼紫菜反而好烘干 薄圆饼却很难做 因为圆饼太薄 温度一高很容易黑底 降低温度 干度达不到 就蓬松不起来 当时对方下了两百万元订单 包文艺也没有把握自己一定能做出来 但他还是想试一试 我没尝试的不可能 下面我也不能说都没能去尝试吧 也许的话有另外一个人来尝试 也有个可能 整个行业的竞争力特别强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温度 包文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让工人记录每一次圆饼紫菜的烘烤状态和温度 做试验用掉的圆饼紫菜 足足有上百万斤 温度太高了 一高的话你看这种就变色掉 已经烧焦了 你看 一挪就混了 你看 紫菜如果没干 这个垃圾锯有点跟这个丝的一样的 后圆饼变成薄圆饼 不仅对烘干技术的要求很高 人工成本也要翻倍 因为薄圆饼烤出来很容易露大洞 影响品相 工人在装盘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尽可能地铺得均匀 采访时 包文艺说要带记者去一个地方 原来紫菜在烘烤的过程中 不仅对温度有严苛的要求 对锋利的把控也很关键 只有在温度达到70度 并通过风扇让空气内外循环起来 烤出来的薄圆饼 不仅干度合适 不黑底 还没有大洞 品相和质量都很好 这是包文艺试验了很多次 才得出的结论 现在包文艺能根据客户需求 做出十几种不同规格的圆饼子菜 最薄的可达到0.15厘米 规格在一斤130片桩 像这样的薄圆饼主要卖到农贸市场 而其他的规格多数通过商超和线上销售 现在包文艺还实现了紫菜的全年供应 为了避免紫菜返潮 它还专门让工人定期检查 除了做传统的圆饼紫菜 包文艺还创新品类 开发出这种便于一次食用的小包装 和各种即时产品 产品品类达到20多种 包文艺说 紫菜产业的规模和产品都很重要 它正在进行两个探索 一是探索更远更深的海域养殖紫菜的技术 二是研究出更耐高温的紫菜种苗 用于近海养殖 就在今年 它的团队培育的耐高温杂交种苗 即将投苗试养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